和对象在东北邻居养木玩 今年我们投资了上百万干这个事情 大家好我是小草 今天呢就开始整架子了 然后把那些弯的架子给整一下 还得是专业人干呀 你看人家搭的都可平整可整齐 你看前面是小级搭的 是不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且今天还增加两个人给专门运料 大架子大架子 运料是运料的 运的就是这个木头 这木头呢 有是去年买的 有今年买的 但是今年呢就要是用很多的架子 大家看一下这有多高 这是多高要说 几米七 几米七 对 那我还挺高的 我一 小孩跌脑的 是 我一米五七 就有高点 正好就是我在这 在这干活的话就正好 往这边看一下 这都已经是搭好了 到时候呢就往上面铺塑料布 然后下面呢铺砂窗 之前大家都见过 跟去年这一样的 带大家看今年的架子 这个架子呢 是 一米七的高 往这 整墨的话就很容易 而且呢 你搭太高的话 它也不容易 搭太高容易被风舟了 搭太低 搭正好 就这样高 正好 你看 而且今年去找人搭的嘛 搭的很结实 你看 这个是今年搭的 然后这边是去年搭的 你看一下子 就感觉这个摇摇晃晃的 虽然说这个现在看着也挺结实的 就是感觉就没有这个搭的牢固 而且呢还给加固了 这横着加了一排这个 而且下边这个墩也加了这个也多加墩的 这样的话更狼固一些 像这个架子稍微矮一点 然后这个架子稍微高一点 更高的可以在这干活 更低的像我这种就可以在这干活